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361集 选择题 B A C 嗯 全对 夏小兰点点头 她的记忆没出错的话 到真实和标准答案能对上 这要是数学或者英语的选择题全对 全班都不惊讶 数学和英语就是夏小兰的优势科目 特别是英语 但语文的选择题 她也全对 夏小兰不会说假话 这孤分关系着田志远 夏小兰发挥正常 咋都能上中本线 她说谎也没有意义嘛 陈庆一道道题对过去 夏小兰就只需要对照着标准答案 说出自己是否正确 选择题和填空题 还有判断题 都是能给出准确估分的 错了就没有分数 对了就拿分 文言文注释和阅读理解就比较模糊了 夏小兰看着那些答案 回忆自己当天是如何答的 有的一样 有的存在偏差 估分到作文时就卡住了 文言文注释和阅读理解 还算有标准答案 作文就没办法准确估分了呀 八四年的语文卷 其实不该以题型来划分 它总的分为三个部分 现代文 文言文 作文 现代文部分四十分 文言文三十分 作文则有五十分 一直说语文是夏小兰 拖后腿的科目 可能今年的题真的不难 夏小兰把前两个部分估分完 她已经拿了五十八分左右 试卷简单 对非优等生是福音 这种卷子会让非优等生 和优等生之间的差距没那么大 难得题 优等生能考九十分 非优等生考六十分 不难得题 优等生还是只能考九十多分 非优等生也能考八十多分 当然 顶级学霸 不管题难以 都是无限接近满分的 满分一百二十分 顶级学霸考一百二十分 普通学霸考一百一十八分 这两人难道只有两分的水平差距吗 考一百一十八分的 只有那么多能力 考一百二十分的 使试卷只有一百二十分呢 夏小兰不是语文差生 作文题目是 以对中学生作文的看法 写一篇八百字的一论文 不是散文诗歌 恰好避开了夏小兰不擅长的 五十分的作文 她没有偏题 拿到三十分以上 应该没问题 语文 就估九十分吧 这成绩 对夏小兰来说 是正常发挥 她还保守了一点 镇静刷刷写下个语文九十分 接下来是数学 数学就很好估分了 这套被称为史上最难的数学试卷 刚才好多人估分都是三四十分 低的有二十多分 高的也不超过七十分 夏小兰一路都是对 她心知肚明 这张卷子应该能拿满分 为了不把话说得太满 夏小兰最终估分一百一十五 整个教室已经鸦雀无声 众人的目光 好似一团火 压抑着对自我智商的怀疑 为啥小兰同学能考一百一十五分 他们就只能考三四十分 该不会是估错了吧 角落里 不知道谁嘀咕了一声 平时再融洽的关系 此时难免也会嫉妒 虽然那声音很快被众人驳回 可众人看着夏小兰的眼神 却免不了几分闪烁 人与人的智商 就真的差那么多吗 大家都觉得很难的提 夏小兰能考一百一十五分吗 接下来 又一次估算了物理 化学 政治和生物 震惊极度羡慕 当麻木 听着夏小兰孤分的人 心情变化 很有层次感 没有听到政治孤分时 大家觉得 这可算是个人 考出来的分数了 政治 满分一百分 夏小兰孤分自己 能考五十分 陈庆拿笔 把夏小兰的所有孤分加起来 语文九十分 数学一百一十五分 政治五十分 英语九十八分 物理九十二分 化学九十四分 生物四十五分 这样算的话 总分是五百八十四分 陈庆还怕出错 小学生都会得简单加法 他愣是拿笔 算了两三遍 五百八十四分 去年 玉南省的理科状元 就考五百八十四分 今年的数学和物理都难 好多人孤分时 都是把伤口撕开了 撒盐 唯有夏小兰 孤出了这么高的分数 会不会孤高了 老汪抱着一堆东西 走进教室 大家孤分咋样了 这是你们的志愿表 你们有一整天的时间 可以考虑 怎么填志愿 有问题 可以和老师商量 也可以征求家长的意见 今天是孤分填志愿 好多家长肯定要陪着来的 就怕自己孩子一时冲动 填错志愿落榜 不过 他们暂时都留在教室外 把教室留给学生们孤分 伤怕吵着自家孩子 高考分数没出来 录取线就更没有出来 但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小道消息 会根据历年的录取信息 来分析今年的情况 今年的数学特别难 物理也偏难 这两科会拉低一部分 中等生的考分 成绩最拔尖的那一小撮 反而影响不大 老汪把这些分析 都和学生们讲透 今年的本科线 应该在460分左右 孤分超过30分 报考重点大学 应该挺稳当 要是能考500分 重点大学当然是随便报 别去挤大热的名牌大学就行 比460分还低30分的 大概只能报专科了 以本科线为标准 多20分左右是重点线 少20分左右是专科线 现在的高考分数线 就是如此简单粗暴 全国做一样的卷子 全国画一样的录取线 孤分关键 填志愿也关键 好多学生拿着志愿表 就冲出教室 各找各妈去了 教室里学生跑得差不多了 老汪就小心翼翼地问下小兰 你孤分有多少 要不是伤了手 老汪用得着这么小心吗 五百八十四分 可能有点不准 不过差不了多少 老汪把手里的粉笔 都快捏变形了 孤分多少 五百八十四 有人比他更急呢 在门外偷听的孙校长窜出来 小兰同学 你这孤分准确吗 五百八十四分 夏小兰这时候 敢说不准确吗 孙校长的眼神里全是期盼呢 夏小兰只能点头 孙校长在原地转圈 口里念叨着 太好了 太好了 转了两圈和老汪抱在一起 两个老男人肉麻兮兮的 夏小兰觉得辣眼睛 孙校长忽然扭头问他 啊 志愿呢 志愿填哪里啊 华清大学吧 我喜欢这个学校 你成绩好 你说啥都对 华清和京大这样的学校 全国的考生 有不喜欢的吗 孙校长把自己插在 衬衣口袋里的钢笔拔出来 递给夏小兰 那 用我这支笔填 夏小兰要是上了华清 这支笔也是个见证啊 安庆一中 不 整个安庆县第一个 考上华清大学的学生 是他姓孙的慧眼石英雄 给培养出来的